传党内互打 实力内伤重 时代力量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不是一个议员的政党 其实国昌过去这几年真的是承担很多 他的这个辛苦我相信大家都可想而知 而且他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辞去党主席的职务 也让实力内部不合的传言再度浮上台面 其实从去年初劳基法修法 实力立委跑去总统府前静坐 就传出党内部满黄国昌决策独大 独揽光环的声音 当林昌佐等人不满两岸一家亲言论 猛打台北市长柯文哲 黄国昌却仅要猎雷剑弊案 鼓右马翻车猛打民进党 这让林昌佐洪池庸等 因民进党礼仗帮助当选立委的情何以堪 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去年底九合一大选 黄国昌负责复选新北市选区 结果全军覆没 那对于我们的候选人来讲 在大选区当中 他会面临的挑战 其实是蛮高的 其实我会觉得这六位 非常优秀的候选人 他们打了很漂亮的一战 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弱选头差一点点 传出黄国昌照林昌佐的网军攻击 才心灰意冷 因此选在实力党内决策委员 登记参选的截止日宣布辞职 那也感谢所有台湾的民众 对时代力量所揭示的新的政治 能够愿意给时代力量机会 新的党主席会是谁接手 我现在没有这个规划 如果这个党能够由年轻一代来带领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